轮回眼、白眼和血轮眼是火眼忍者里功能的三大头数 故事最后,左足更是在最后一战中 以一只轮回眼、一只血轮眼的屌炸逆袭、灰热机 而在那个时候,白眼在哪里? 火眼故事中对白眼的胡思太多了 反而,我们比较了解最熟悉的血轮眼 血轮眼因为有一只博弈一组的存在 不断在更新我们的认知、狗异状态、万花筒状态 甚至进化到最强大的轮回眼 这都是火眼明功能的 再加上,帅气的义务和左足不断加持 冷酷、帅气、强大、诡异 让显龙眼在热度上排名在三大头数的首位 反而,白眼被人瞧不起 但事实并非如此 白眼真正的能力按本已经铺垫了700级 说真的,白眼真的比显龙眼差很多吗? 从渊源上来看 其实,三大头数借其猿女查克拉之主大同步回叶 从他的外观,我们就可以看出 他的双眼都是白眼 眉心是一颗轮回眼 但是,我们都知道血龙眼的最终进化是轮回眼 所以从这点来看 这些统数是同中同源的 在火眼忍者中 暗本对血龙眼的脉络继承非常清楚研制大同步回叶 第一次野贤轮胎 二费轮回胎的出现是在会业儿子六道仙人身上 然后,怀疑中成明确的说过 牵手一组和野之波一组的颜主都是六道仙人 这样继承的脉络就非常清楚了 那么白眼是怎样继承下来的呢? 是由六道仙人的弟弟大同墨宇春继承下来 在他和各个合力封业母亲会业之后 出于对母亲的爱意以及看守思维的责任 带着全主劝聚到了夜球上 而在领走之前 日向一族便是以存留在地球围的直属后代 上述影片已经说过 血龙眼的究极进化是轮回眼 所以从这点上给判断 白眼也不是最终形态 但是火影中对进化的最终形态一直都没说 直到剧场版The Last Zone 大同穆斯伦的到来 这一射定才开始交代 白眼的究极进化转身眼 在官方对转身眼的叙述 是具有毁灭创世之力 齐开极的方法 第一种是由一大堆的白眼融合而成的 第二种是由大同墨一族的主人 抢夺志向一族中家的白眼进化而成 作为白眼的究极形态 其具有控制引力以及速力的能力 力量之大 甚至可以操控夜球 其通灵之术可以召唤出死相 可以拥有压制久尾的力量 之前有说过 血龙眼就有控制久尾的力量 在这点上可以看出 转身眼正好与血龙眼相克 要不是名人主角光黄太亮 使人也即是悟醒回归夜球 其差先的力量而前列 绝对不属于轮回眼对世界造成的威胁 那我们来说说后人日向一族吧 在火影中我们可以知道 以智波和日向都称自己为一族 两个家族 从势力和家族系统上来看 可以说是不上上下 之后 随着以智波一族被诱吐鲁 日向一族在牧羽村的地位 便无人可以撼动 日向一族 是牧羽村最古老的名门之一 他们拥有强大的血距仙界 白眼 他们还拥有最强体数 楼权 为了保护血距仙界 分中家和分家 内部的矛盾也因此而来 那么 中家和分家是什么 中家是继承者 分家是保护者 中家的继承者只能有一个 如中家在同一代 有多名后代的话 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继承中家 其他的分为分家 也就是说 身为中家的人 一代只能有一人 另外分家的后代也是分家 以此类推 日向一族经历千年 也只有一个中家 而分家永远都是中家的守护者 这种家族系统 是最有效率的保护系统 成为分家的人 要在中家长子 年满三岁时 在额上刻上注印 中家可以通过这一注印 破坏分家成年的脑神经 从而控制分家 要解除这个周印 只有直到人死时才能解除 而且更为重的一点 这个周印 可以奉印白眼的能力 凝视额头上 周印的形状漫画中为半形 动画中则改为 插刑 在领次四岁的时候 云之国为了归蛋日向的秘密 藉由递解盟约之变 翻越掠走出田 后背 日向日族阻止 并击杀对方 云之国因此想毁业 为避免战争 木业答应将日族的尸首 交给云之国 领次的父亲 日向日差 自愿代替哥哥日族 就是想要保护家族和哥哥 因此此次 宁次个家政策击中家 在众人考试时候 日族将真相告诉领次 最终在明人的感化下 凌次最终解开了心结 那我们来说说白眼的能力吧 白眼 正常和辅助能力都非常极强 拥有360的视角 可以看到周围环境的查克拉流动情况 而在本故事中 凌次有一处拥有盲点 有可能是分家周应的关系 导致他有盲点 白眼 有一个能力是望远眼 望远眼是利用查克拉 使眼睛的能力配速化 眼睛可看到放眼一公里以外的事物 而且望远远是可以经过训练来提高看得更远 就比如 初天基本可以看到50米而已 但在Danny Pan The Last 8 岁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20公里以外的目标 白眼还可以通过视角 穿透了核物体破装物来看到他想看的东西 并且不受盲点干扰的影响 不过 虽然有些账物可以一定程度上影响白眼的感知 比如 接接封印会影响白眼透视里面 白眼还具有令人难以自信的清晰度和洞察力 能够精细地查看和分析所有微小的细节 即使在高速情况下 也能够准备认识他人的行动 在动画中 白眼还可以通过他人的身体热量来探测所在位置 白眼还可以观察对手查克拉动效及变化 动察人体经过系统及穴道 配合揉拳使用非常自强 揉拳并非造成敌人硬伤的刚权 而是通过破坏敌人内部器官和经过系统 从而指端敌人的查克拉制造的拳法 其中八卦千法使得将敌人制造查克拉的穴道全部封死 其实一开始白眼的设定也许没什么那么强 甚至到了后期的时候还是一样 感谢白眼只是为了配合血轮炎的剧情才免得加上去的 白眼有多技能 血轮炎都有 你说白眼的洞察力超越了血轮炎 是的 没错 但有什么用 人家血轮炎不但有洞察炎 还有催眠炎和复制炎 简直就是开启了外挂 而且人家还能不断的进化啊 从单公寓 酸公寓 山公寓 到万花筒 永恒万花筒 轮回眼 白眼除了最终进化转身眼外 而这个进端版 白眼可以说在剧场版之前 从来没有过一丝丝糊笔 连六道仙人的弟弟 大同木与春 之间都是没什么存在感的 而且你们一个种族还搞什么分离 一直内斗不好开发你们的统绿 就连六道仙人的弟弟 在野球上的后野也一直闹分离 看看人家与之波多么团结 一心想要推翻村长制 统治整个人家 刚才有提到 白眼的挣扎和辅助能力极强 也就是说 在一个小分队里 哪怕这个白眼持用者的战斗力极强 他也是要担任一定的挣扎和辅助工作的 比如 凯帕的灵池 被称为天才少年 但在多次团队合作中 他主要就充当正常兵的角色 你经过走主 充当正常兵吗 因为 他的统数能力 完全可以充当战斗的主力之一 与之波 随时一遍遍开大招都秒杀前场 为什么 一个日向分家 但是是精英的灵池和一个日向中家大小姐 一个进入了体数班 而一个进入了追踪班 而走主 进入了第七班 这个继承人之班 白眼全文 好像进化前也就是体数 短血 还有挣扎迭琴这两个亮点罢了 也不会什么竞速 密速 换数也不行 查克的量跟不上也不耐操 于是 我们的灵池就就领了便当了 在第四次 本界大战中 日向一组组长 日向日组说了这样一句话 日向一组 是牧院人者村最强的家族 如果不是牵手一组和以之波一组 都是因为某种原因而灭亡 日向一组根本排不上号 其实 日向一组本来可以跟牵手一组 和以之波一组竞争一下最强家族的称号 他们可追溯到祖先设大同目回也 也就是查克拉之主 在遥远的上古时代 世上没有忍者也没有查克拉 忍者的故事是从灰热辞下神术果实开始的 灰热获得了力量和查克拉成为了神 当时这位神所使用的统术 也就是日向一组的白眼 灰热剩下来两个儿子 一个是大同目与仪 一个是大同目与春 现在世人指责大同目与仪是六道仙人 与春远居到月球上生活 但地球上还是留下了他的一只血脉 也就是日向一组 日向一组的血统纯正程度 其实比牵手一组和以之波一组更高 牵手一组的血统来自于阿修罗 以之波一组来自于映陀罗 阿修罗和映陀罗仅仅是羽翼的儿子 日向一组的血统则是来自于春 于春是羽翼的兄弟 是灰热的孩子 同时 灰热在第四次忍者大战后期的战斗中 用过类似于日向流体数八十神空拳 公司俗称其 活以最强体数攻防一体 而且原理跟日向一组的八卦空掌是一样的 拥有如此纯真的神职血统 体数上线甚至能到达灰热的境界 为什么日向一组却一直不闻故火 原因在于于春的中加分加制度 这个制度的本意 也就是为了避免权力争夺 每一代日向族人都会指定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为中加 其他统大人则是分加 一生受制于中加却无法反抗 要避免权力纠纷 可以学于智波一组 强者为尊 谁强 谁能当组长 谁不服 谁能挑战 打赢了 你就是组长 于智波一组就是这样 烈线野蛮 但效率极高的制度下迅速崛起 如果不是拜扬幕业内部政治斗争 怎么可能灭组 现在日向一组 只能算是二流家族 体数基础还是一样 白眼也很强 可组内没什么人才 初天和画活实力只能算一般 凝次又死了 日向日主又老了 博人和向日葵是拥有白眼的后起之秀 但 很可惜 人家性前魔 来说说看你们对白眼有什么看法 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ettle